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郭世强因祸得福 广州队被淘汰后却受意外惊喜,高斯盈终于等到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身边领赛 聊一聊备受球迷关聚的郭世强指导 众所周知,本赛季郭世强指导带领广州队取得了23胜15负的优秀成绩 排在传联盟的第8名 广州队也是成功的闯入了季后赛 那么在首人的复加赛上面,广州队迎战三席队 那么在请两人的比赛中,双方赞成评审 那么来到第三场的关键之战了 那么广州队还是暴流去了比较大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本土球连实力还有待提升 那么从广州内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 除了陈英俊表现依然比较优秀之外 那么广州队的国内球连整体实力还有待提升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广州队的外篮组合 与三席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本场比赛三席队的外篮 西姆斯崭新去了超强的得分能力 众所周知 西姆斯在上个赛季也曾经加盟过辽宁队 但是随后双方也是分岛妖妖 主要是西姆斯无法拥入辽宁队的体系 但并不代表着西姆斯没有能力 那么本赛季西姆斯加盟三席队之后 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在季后赛的关键之战上面 西姆斯扮演了力王狂男一腿定音的英雄人物 带领三席队将广州队淘汰取局 那么广州队在结束了本赛季的比赛之后 虽然说留下了一些遗憾 但是对于郭世强直到也是因祸得福 那么首先球队在季后赛中 收获到了很好的信心 而且球队中的年轻球员 陈英俊也是快速成长 成为了广州队的核心后卫 也是广州队未来进队计划的核心队员 那么同时广州队被淘汰之后 很有可能会迎来一定的软软调整 那么其实在本场比赛中 很多球迷也注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三同南南的明星后卫高思颜 也是来到现场观赛 并且为广州队加油 众所周知高思颜就是郭世强直到 在辽宁队时期一手培养的得意门生 那么现在三同队已经被淘汰退局 那么高思颜在下个赛季将会成为自由球员 那么高思颜是否有可能投奔老苏呢 其实很多球迷还是充满希望 众所周知高思颜拥有非常强大的得分能力 而广州队本土球连得分能力 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如果说郭世强直到能够成辽宁队 拿到高思颜的话 那么对于广州队 这个未来的进队计划将会有很大的提升 那么到时候广州队就可以组成 高思颜和陈英俊的双强组合 这也是郭世强直到在辽宁队时期 走成的双紫金组合就好比是郭艾伦和赵纪伟一样 那么郭世强直到就有可能在广州队 复制辽宁队的这些打法 那么在下个赛季广州队真的是有可能短投重来 那么对于高思颜而言 本赛季在山东南达彻底的打出了身价 但是呢山东南达本赛季战绩不佳 惨招很少淘汰 那么下个赛季三冬队很有可能会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朱镕正在辽宁队也没有打出太好的表现 那么下个赛季如果说朱镕正选择返回山东的话 那么高思颜将会重回辽宁 但是辽宁队后卫位置几乎已经饱和 那么高思颜很难在辽宁队得到稳定的出场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阳明知道如果是想知道 仕途前身很有可能会给老苏送大礼 那么也许高思颜能够在老苏手下再次得到绽放做球迷 我们也是恭喜 我们也是希望高思颜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能够引起好的发展 大家认为的进行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